謝謝主席 我們一直都擔心 如果目標就是希望透過加價 去疏到急症室的人潮 希望真的要看急症的人 不用等那麼久 這個目標如果只是透過加價 究竟做不做得到 因為有些地方有些地區 根本你想分流分去哪裡 都沒有什麼私營醫療服務 好像屯門、深水埗 也沒有夜診服務 其實你叫市民 局給多些錢 他們都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分流去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要 分流或者疏到急症室的人潮 我們一直都以為 要多管齊下 所以民建聯一直都要求 增加夜間門診服務 增加日間門診、夜間門診 以及專科門診的輪候名額 盡快開設24小時的門診服務等等 全部一起做 都可能有些機會 現在只增加收費 是否真的能解決到呢 坊間也有說 現在聽到政府會急症室加價 那些私家醫生已經說要加價 那你的距離是否真的拉得到遠 而分流到 還是會令到一些很省家的 尤其是老人家 或者某些市民很省 那麼就為記疾醫 又想省錢 就寧願少看醫生 所以其實政府是否應該 考慮一下我們的建議 增加多些門診服務 去疏度人潮呢 主席 主席 基本上這個意見 我們是贊成的 即是我們現在不是只有一個方法 我們其實都是多管察 正如大家有留意到 我在剛才開始的發言裡面都說了 一方面呢 這裡有一個適當的調整 而這個調整呢 也都希望大家理解 是的確呢 是由2002年到現在 的確都是有 是14、15年的時間 是沒有調整過 那個距離是拉得越來越遠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都增佈了資源給醫院管理局 醫院管理局已經是有計劃 是增加普通科目的門診名額 那只是就這樣增加普通科目的門診名額 只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也是我剛才提過的 就是公私營那個協助的計劃裡面 昨天醫院也都公佈了 會將較早時候在三區舉行的 一個試驗的計劃 是將它推行到去 在2018、19年 就是全部是18個區 那也都會大量增加 一些病人在這個公私營協助計劃裡面之下 由公立醫院的普通科目診 就是選擇去看私家 那因而騰空更多公立醫院普通科目診的名額 另外一個問題呢 講到關於私家醫生是否會不會呢 其實私家醫生 政府基本上是不會有一個管制 他們什麼時候會 即是調節他們的收費 但是我也都留意到 香港醫學會 較早的時候都已經表明了 他們不會因為 他們會考慮收費 是主要看回一些 他們的運作成本 而不會按照公立醫院加費他們照跟的 謝謝 謝謝 謝謝